車的直駁率是高於體力用品股的 我不是說那些消費券那些做法 未必跟李寧那些事 但是始終我會想一件事就是 現在我想吃的不是只吃消費重啟 或者叫經濟重啟 我想吃剛才或者之前我講的 就是想吃的供應鏈舒緩 甚至其實如果大家記得 但這個真的上次沒有提的 但早一個月有說過的就是說 你如果到通脹見頂的時候 你這些公司或者這些跟工業類型相關的公司 你的毛利的下壓 那個壓力就會開始減低 因為你的成本通脹會給人的感覺 可能都是見底 變了其實這些板塊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原因是這個原因 但是你說當中其實這兩個月 應該經常都說第一就是給阿迪 其實它已經升穿了我自己說 應該看看275元 我很記得這一句 其實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我只是先由這一格補充一些一些不同的現在的行內的因素 剛才說成本有機會慢慢叫做舒緩 其實剛才不是說到很多鋰礦那些股份是跌了很多的 其實因為大概兩晚前 香港就會當是昨天的消息 但是兩晚前突然看到有這個消息就是阿根廷 突然間將一些鋰礦相關的出口 它做了一個reference 就是告訴大家 可能在價格上它們有控制的所有東西 所以對於比較重mining出口 然後阿根廷有礦場那些 就真的跌到一坡一坡的 你看到澳洲那邊有幾隻跌到十幾% 20%都有的 美國都有 當然美國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想說的 我不是想說那些股份 而是想想如果那個鋰礦或者叫做鋰價 真的已經大家出手去干預 那即是成本不會再升太多 那你起碼立刻你會覺得 你做電動車那些會有個優勢的 那應該是整體整個電動車版費 應該都會留意著這個消息 OK 但是比亞迪有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大家看用什麼角度去看 比亞迪昨天的消息就是 他不是買了一個鋰礦的供應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有些人的好壞參差就是去想 如果下年好像有大行說 說鋰價要大跌 這個角度就會覺得會不會買虧了 但是反過來 如果我們看比亞迪自己的說法 他是為了 有些像像Casla那樣說 我現在要買東西回來 是因為想給自己的供應 是可以自給自足度 都不是去益大家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不需要太大幅去想 究竟會和理價關不關 但是我自己這樣說 可能就住假期的因素 我自己覺得短線都未必這個位置薄 看看會不會回10元那些才再去考慮 是 那你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那些體育用品股 就是你未必說特別看好 但也沒有過啤酒股 我覺得 是不是 就是體育用品股好 那些吃東西 喝飲食食那些 其實如果喝飲食食 要不就去一些殘的 就是殘到 就是可能海底拌 那些 就是那些 你是想 一些人會走出來 那些實體店 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那個直播率不是太高的 但是還是那句 還是會比啤酒好 因為啤酒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選擇那些291 168那些 其實就是闖多些 就是不是真的一些 跟消費層面 市面上的活動 有個最直接關係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會這樣去看 但是只是補充多一句 為什麼我說 李寧那些未必 完全那麼受惠 不是說經濟重啟 不是說經濟重啟不關他事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看久一點的 他可能會跑輸的 是的 那個原因就是 就是你為李寧那些人 可能會搏 618以前很關 就是他都叫受惠股之一 但是其實因為 正因為這樣 其實去online佔他收入 都已經接近三分一 所以其實如果 我自己覺得 你要當整個經濟活動 重啟的話 我覺得未必會 就是by percentage 對他來說 那個受惠未必是最大 嗯 嗯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有很多人 都會搏 對他來說 是